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中国DOTA超级锦标赛的淘汰赛败者组第五轮 也是败者组的半决赛 那么其实这个是争第四名 看看谁是第四名 谁输了谁是第四名 确定第四名的一个名 那么目前的比分是VP暂时1比0领先 第一场比赛不得不说VP的这首颁选确实是漂亮 那如果他最后一手拿的不是美杜莎 拿的是一个飞机的话 这个比赛可能打的不会那么舒服 这场比赛秘密继续拿火猫和天怒 然后选择搬掉了老陈 霍乱支援小精灵 四五手搬掉的是小鱼和这个 小鱼和Lion VP则是搬掉了德鲁伊狼人就死了 四五手是父王和夜魔 秘密这样比赛投铁都不行啊 继续老虎加上这个火猫 然后天怒大牛 这样的话这个天怒应该是个五号位天怒 还是给roder去打这个大牛 应该不出一百的话 感谢算定因果的一大堆问号 那么唐天燕的车票 还有有点突有点瘸的礼炮 非常感谢 看看这个第四手 VP这样比赛这个阵容是拿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用的兽王 第二手是普利哥 solo的术士 第三手拿的是小强 小强这个应用这样比赛肯定是四号位 那既然你继续老虎加米拉娜 老虎加这个火猫 我就继续拿丽娜 还是用丽娜去中路怼这个火猫 这样比赛从阵容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秘密这个阵容两个将由开悟到中路来游走的话 会有一些效果 还是能够打出来一些效果 当然这样比赛 天怒如果说跟大牛两个人去开悟游走的话 丽娜这边只要提前去缩了塔后就可以了 缩了塔后以后 然后术士这个时候TP过来 然后去送死 破对方的悟 然后送死就可以 有关于说这次是不是中单的老虎 中单的老虎当然也有可能 但是中单老虎打丽娜也不好打 一样不好打 虽然老虎这个版本的射程也是非常的远 命运在最后一手继续去办优鬼 还是办你的优鬼 因为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是一个四个打架英雄 四个打架英雄最后配一个大盒 跟上场比赛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 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单纯的从阵容的角度来说的话 美朵莎没有上一场比赛 感觉美朵莎还是可以上 但是呢 是不是这场比赛水人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可以考虑 水人虽然说打天怒有点弹疼 比较容易被这个天怒沉没了以后一个大 但是按照VP的这个节奏来说 自己把水人给搬了好吧 自己把水人给搬了 那优鬼水人都没了 大盒还剩下一个美朵莎 这场比赛是不是可以考虑拿个 育母之多还是不能拿 育母之多还是不能拿 水人打大牛 其实水人这场比赛不是一个很优的选择 因为水人打这个天怒跟打大牛都不太好的 我只是觉得他们这场比赛应该不会继续拿美朵莎而已 不会继续打美朵莎 剩下的就是优鬼跟水人两个英雄 那么水人自己搬了 美朵莎这场比赛不想用 优鬼对面搬了 那选择是拿出的是一个迷魂大帝 骷髅王 骷髅王 骷髅王的话 VP应该是考虑要在前期去抱团推了 因为骷髅王这个英雄 如果前期不打的话 中后期这个英雄确实是有一点点弱 他的强势期大概是在游戏20到30分钟 这段时间是骷髅王比较强势的一个时间 20到35分钟吧 因为这个时间段是骷髅王的二级大和三级大 他的第一个二级大和第二个和第三个三级大招的时间 利用这段时间把这个比赛呢 hold住也就基本赢了 再往后拖的话 VP这个阵容不厉害 那么这场比赛估计VP可能会选择前期打得凶一些 最后一手秘密拳拿出的是一个猴子 猴子这个英雄在以前的版本当中是一个打骷髅王很好用的点 AX的猴子老猴继续给发达去打 也不做了大牛和这个帕皮这样的一个天怒法师 Made One的火猫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 骷髅王如果说他走一个前期比较偏发育的这么一个路线 然后自己的队友在前期带节奏带的又比较成功的话 又比较成功的话 那么基本上这个骷髅王就不怕猴子了 他只要等你起来 重生不耗蓝了 这个猴子就无所谓 大家说骷髅王A杖抢吗 骷髅王的A杖在现如今的这个版本当中 或者说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一个 怎么说呢 我对于骷髅王的A杖的理解 现在只局限在游戏的大后期 特别特别大后期的时候比较有用 特别是骷髅王的A杖强拆基地 强拆基地这一点 其他的地方 你说骷髅王的这个A杖到底应该去搭配什么人 我还是暂时是没想到 队友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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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插一个眼看到了Mid-1 但是绕Mid-1的话 这个位置 Mid-1站的这个位置比较坏 这个地方是绕回来 应该是要等一下Mid-1的 看看会不会选择去往回来卡兵 打出A仗的 骷髅王的A仗状态是无敌 还是不能点目标 我记忆中是 可以被点 而且 就是说 而且可以被打 还能被控好像是 我记得是可以被控 他只是 打不死 就是那个状态都会持续作战 那么长时间打不死而已 看看这个神服 VP这里 这一波没有能够抢到双服 还是没有抢到三服 还是双服开局 我现在非常的吓人 没拿到一显吗 还真没拿着 这个 这个有点可惜 这不是一显没拿着 有点亏 中路的补刀这场比赛 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呢 Mid-1是换了一个思路 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加这个火盾 毕竟 毕竟二级的时候 火盾 还是勉强能够去顶一个对方的技能的 你这个不加火盾 一个技能都不顶 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这里大牛在追着solo一顿锤 solo这波要交一血吗 这个 只有一颗吃术 这里老虎一根剑 老虎一根剑呢 没有修正 这里被大牛锤出来一个一血 老虎这个地方呢 是被骷髅王给了一个锤 不过这个锤子 也并没有能够有击杀的一个可能性 中路这场比赛的对线 莉娜没有上一场比赛那么凶的 明显是被这个火猫 这场比赛是大生气了 没断这场比赛大生气了 在中路这个地方也是打的比较 应该说还是比较拼吧 到目前为止 虽然补刀肯定烈士是绝对是烈士 只不过就是可以接受 这个鸡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是被杀了 目前距离这个变鸟还有一段时间 而且天独过来控制这个隐身 并没有被发现 这样的话 莉娜的这个鸡 装身上装没没了 骷髅王的这个A杖 它确实是可以防止几方 比较关键的一些酱油味的大招 放不出来被秒 比如谜团啊 潮汐啊 包括还有这个 类似像是 这个马格纳斯啊 还有术师啊 等等这些英雄 防止这些人去放不出来大招 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 骷髅王这个大招毕竟是个光环 也就意味着骷髅王必须是在这些人身边 当然骷髅王他的这个A杖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帮助他 缩短7秒钟的一个重生的CD 可以缩短7秒钟 为什么可以缩短7秒钟 就是因为 骷髅王的这个大招 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给大家讲过 就是骷髅王的大招 在你 A杖站起来以后的这个 续命时间的持续时间里面 如果你的A杖大招的CD赚好了的话 那么你一样是可以复活的 换句话说 这个骷髅王的这个有了A杖以后 他的实际 这个重生的时间 实际的 他这个重生的一个CD就会变成33秒 还是比较厉害的 这块丽娜又是直接一个二连 清掉这个火盾 一顿A 每段又被打 又被打死 又被打碎了 这个有点无奈的还是 Roger这个地方用自己的皮 去定一手对方的这个 震荡光弹 小强这个英雄 是一个用来打天杜 非常非常好用的英雄 天杜这个英雄的这个智力成长超级高 3.6的智力成长 抽几下 蓝道还是很疼的 看看这个神符刷在了上炉 是一个恢复 上路是一个恢复 那么火猫过来灌一个恢复 都还很舒服 这个幸亏没让丽娜拿到 这要是让丽娜拿一个恢复 这个火猫估计一 直接就蒙了 这直接就蒙了 这个丽娜拿一个恢复 把自己装袋补满 一顿锤 这个火猫很可能就玩不了了 然后这边所有人掉线 所有人掉线 所有人同时掉线是自动暂停吗 我估计可能是只要有人掉线就会暂停 会场停电 会场停电可还有点厉害 大叔说之前看好VP这次夺冠 现在呢还是看好VP吗 我说看好VP夺冠的 说完了以后 还有后面一句话 我说家里有一句 我说老干爹跟他应该是差不多 主舞台直接黑了 我说应该是跟这个老干爹 应该也差不多这两个队伍 因为现在你很难去 就是说这两支队伍 哪支队伍打哪支队伍 有绝对的一个碾压的一个 一个态势是没有的 就是老干爹跟VP 他们在之前战胜VP的比赛当中 你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每一次都是在前期 这个队线挖坑以后 然后中期不断的依靠着 这个一波一波的团战 然后把这个劣势一点点的往回打 没有说那种优势很大 然后前期的队线的一个绝对优势 前期队线经常被对方单杀 然后靠着中期的这个队友的配合 还有阵容的一些组合的优势 技能组合的一些优势 把这个比赛一点点的往回扳 实际上这个是 就这种获胜总是让人看着心惊胆燃的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到目前来说的话 老干爹还不能说 百分之百绝对能够去站到这个VP的上面 但是他现在打VP的战绩 从战绩来看的话确实是有优势 从过程来看的话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 即便就是近期 近期我没记错的话 近期老干爹打VP的成绩应该是6比0吧 是6比0还是多少啊 但是过程真的没有轻松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轻松的时候 主舞台那边GG了 主舞台停电 不要紧 主舞台停电因为比赛的数据都是在服务器上的 跟这个主舞台这边没关系 一个2比0一个3比0一个2比0什么是7比0啊 三连胜反正七战接胜 呃 但是说实话我倒不是说不看好老干爹 事实上我对于现在老干爹的这个状态 我自己是很开心的啊 我看着老干爹现在状态这么好 我自己真的是很开心 因为就是我之前在知乎回答的那个最朴实的一个道理 老干爹的状态好 老干爹的状态 VP这边好贱 哈哈哈哈 VP这边好贱 VP这边五个人都连回来了以后 这个酒派上告诉说 Ready 问那边Go 哈哈哈 这边人都没回来 人都没回来 然后又让Go啊 很贱 很贱这个 就是中国队成绩好 看比赛的人多 对吧 看比赛人多 我的这边观众数量就多 就我是最乐于看到中国成绩好的 只不过就是老干爹每次赢VP 真的赢得让人感觉这个心情反战 还是希望这个能够把未来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前期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一个队伍 前期要强 中期要强 后期要强 这个三个阶段一点不给对手机会 只要能赢就好 其实在我看来只要能赢就好 而且老干爹最近的比赛 心态也比之前感觉要好一些 心态也是越来越好 叔叔今天Liquid老干爹打吗 这两个队友要打的 大叔你相信TI大热必死这说法吗 TI从来没有大热必死过 TI从来都是热门夺冠 TI从未爆过冷 到目前为止 七届TI的比赛 没有任何一次说是爆冷的这个队伍 去夺得关 一次都没有 WINS也不是冷门啊 WINS在开局的开始 TI开始之前我就说了 这比赛TIWINS是冠军啊 WINS绝对不是这个冷门 热热很热门的WINS 就是最接近这个冷门的队伍一个是TI5上面的CDC一个是TI7呃一个是TI6上面的DC这两支队伍算是冷门但是他们也都没多灌都是拿到的这个亚军 好了不说那么多回到比赛既然比赛开始了咱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看现在中单火猫对莉娜的这个补刀数上呢没有差太多啊还是可以接受 上路骷髅王的这个补刀呢在也是保持在D集团呃这场比赛到目前来看呃这一根剑射中了术士呃但是这个射中术士的时间不是很理想这里这个加血还是给到了骷髅王身上这样solo的话应该给上一个致命连接以后吃魔伴再拖一点点时间给这个骷髅王创造一点点这个输出的机会 这里给上一个加血啊暗炎术套在亚布卓尔身上但是这个冥魂大帝不追了他的这个锤已经用完了 用完了以后如果再追的话对方可以有时间逃回塔下再吃芒果的话有点亏 并没有去浪费这个机会 呃秘密这个战队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个战队秘密这个战队真的比较奇怪 看看这个术士啊术士这样比赛在上路确实被捶得有点惨啊秘密这样比赛前期兑现在这个呃对线上面起码到现在来看的话是没有在兑线上挖坑 呃人头是人头上没有挖坑补刀上面的小猎但是可以接受因为现在从团队经济上来看的话秘密并没有落后 这个就没太大问题这里一个穿测龙破斩大招一套技能直接秒 这块火猫身上是没有在后面留魂 因为火猫六级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要留魂回家补给的话一般情况下会考虑留三魂打一波爆发 因为他的这个三魂的伤害一级虽然只有100但是三个魂上去就是300 300的这个伤害配合自己高等级的一个火盾然后再加上这个无影拳 撑过之后还是有可能能对对方的这个半斜左右的英雄形成一个秒杀的效果 这穿自中了以后呢98上手里面的下一个飞斧cd已经赚好再扔一个飞斧出来 A4这个地方还差一点点但是不追了 这个能再追的话风险有点太大 他说觉得今年有黑马吧今年更不会有黑马了我跟你说 今年更不会有黑马 因为你如果要想成为一匹黑马的话的前提是至少你要有足够多的这个大赛经验 而现在除了这个而现在所有有大赛经验的队伍从积分上就都已经很明显的排列出来了 你没有拿到很多的积分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在跟这些强队交手的时候 有过战胜队友对手的一个经验或者极个别可能抱一两波冷 也是因为这个比赛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大型比赛在今年一整年就TI7到TI8中间的这个积分赛制改了以后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暴冷的 暴冷的次数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就是即便就看起来像是暴冷也是因为这支队伍确实在近期的表现状态非常的不错 比如DAC的迷你司机 DAC上的迷你司机他确实状态好 他不是不是暴冷他是真的状态好那段时间 看一下经济情况 现在丽娜的经济排在全场第一 火猫这样比赛呢虽然还是排在全场第五第四的位置 但是他跟这个第一集团的差距非常小 第二名是老虎333第三名骷髅王3200 这样比赛拉米西斯这个骷髅王的经济是个隐患 对于秘密来说这个骷髅王如果这么肥的话 他们还是真的有点不太豁达 骷髅王这个英雄前期如果等级比较高 装备比较好的话 他比较早的去做个不管是出避章走输出路线 还是说走这个刃甲辉耀去这个前面当肉盾 我行人的路线都可以 看这里一张踢片 小翔这个踢片没有走掉 猴猫过来以后开着自己的一个三级火盾 再加上二级的捆伤害还是比较高 再加上猴子的一个精神输出 骷髅王大后期为啥不强势 近战英雄没位移没突进 唯一的输出被动是暴击 这样的一个英雄你怎么强势的起来 大招还是个两条命 两条命也就是说你能够多打打人 但是又不是说你打人变得很疼 这个没办法 这个真的没办法 他跟死问那种英雄不一样 死问那个英雄的尴尬期是在 实际上是在中后期死问比较干了 大后期死问吓死个人 大后期死问出个大炮 跳到脸上开大招跳到脸上 垂住了以后那真的是逮谁秒谁出来暴击 那个英雄在大后期不讲道理的 看一下这个黄猫崩一下 死亡一个大招能吼出来吗 没吼出来 大就接一条踩 小小小那边开一个皮 那定一手对方 但是自己的这个队友又凉了 将比赛打到现在为止 秘密在对线期的来看 现在是小优 但是这个优势总感觉那么虚 总感觉那么虚 现在骷髅王到目前为止的大招 一次都没有被破坏掉过 然后呢 莉娜的这个经济 也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 一直都在追着对方的这个酱油杀 一共杀了五个人 现在他们杀的这五个人 我们可以看一下被击杀的次数 从被击杀的次数上来说的话 这个 呃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兽王被杀了一次 小强被杀了一次 然后叔叔被杀了三次 就是杀了半斤杀的全是酱油 这solo又被杀了一次 六个人头 这个数是死了四次 这过来开始捶这个骷髅王 但是你这个打骷髅王 你有可能要被反杀的 你这么打的话 你这真的有可能要被反杀的 骷髅王这波 魂交掉以后呢 小强开大过来以后 骷髅王死了以后复活 小强这里开着皮 要过来定一下这个火猫 但是没定住 没定住 这里一个穿刺 重 然后呢 这里一根剑 这个骷髅王 这个是剑重的 没断还在你面前去扭扭屁股 扭屁股 挑衅一下 琳达跟骷髅王的经验 经济现在是两个人领跑 骷髅王不过这个一级大招 交的还是有点蛋疼的 接下来秘密这个时候 应该是要再纠集一波 这个一小村不把分子 过来再搞一波这个骷髅王 再杀一次骷髅王 他们就赚了 死问那个英雄 他的强势期是这个 中期 然后是大后期 他的中后期很尴尬 中后期那个时候 就是对方的这个 第一波护甲装成型以后 那段时间很尴尬 这个地方火猫直接被带走了 这个火猫又没在外面留魂 这张Mid1在前期对线打得不错 但是中期有大招以后 这段时间 一直没有在外面留魂 然后每次都是被对方的这个 技能直接衔接以后带走 这有点尴尬了 这里一个穿测 接一个 然后龙破斩光击战 一套技能 最后人头是被roder拿到 VP这个时候 通过连续的两波节奏出来以后呢 这个时候 你看VP的一个打法 VP在骷髅王没有大招了以后 他们是所有的人 都开始主动的在往骷髅王 这个方向在靠 在靠 然后借助骷髅王的这脚控制呢 哦呦 莉娜的一个打 出来以后 这里火猫的接着传 传到了啊 传到了吗 莉娜这里还有一个龙破斩 哦再一个传 漂亮 这样到大牛被留住 光击战撞 骷髅王过来给上一个锤子 直接锤住以后呢 回来拆塔 不得不说VP这支队伍 对于这两个大哥的保护 做的是真的漂亮 在骷髅王没有大招的这段时间 其实一级大招的骷髅王 是很脆弱的 他的这个空白漆 有200秒的时间 对方随便救击几个人过来 就可以杀你 因为这个英雄 没有什么反打能力 也没有什么逃生能力 他的这个保命 全靠的就是一个重生 这个英雄 因为攻速太低 他也不是那种说 依靠着吸血能 把自己放在吸回来的英雄 看一下这只鸡 这只鸡 小强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 他没有去杀这只鸡 如果看的话 应该是可以看得到 因为刚才鸡是往这个猴子身上 运了个东西 这里小强一个穿刺 撞了莉娜 一个攻击战 一个龙波斩 有大吗 没有大招 大招剩差一点点CD 你不走的话 他这个大招可就快好了 小强这个位置 给上沉默以后 一套技能带走 这里no one可惜了 有点 如果他这个大招的CD赚好的话 这波又是一波击杀 骷髅王这段时间 在自己对手掩护下面 已经成功的等到了 自己的这个大招CD赚好 还有不到十秒钟 就可以赚好 在下路呢 把自己的这些小骷髅兵招出来 然后直接往上一推 不管了 术士这个地方被激火 一波以后应该是要死 临死之前能不能贡献点什么 也没贡献出来什么 丽娜这里吹风起来以后 落地直接被大牛踩掉 兽王赶到战场 丽娜这里身上有一个加速神符 跑得飞起 这波又没死 又是只有一个solo的术士被击杀 这里骷髅王有大招以后呢 过来以后一个锤 锤住大牛 这里一个减速捡到两个人 开皮稍微有一点点晚 但是定住了火猫 看看丽娜赶到战场以后 一个龙破斩 消耗一波中路的一坦呢 这个时候是被骷髅王给反补掉 火猫这波崩过来以后 直接带走了小强 然后一个沉默点到丽娜脸上 震荡光弹减速 火猫TC 这里落地有没有机会放一个大出来 好像没机会了 血量实在是太低了 这波 这样的话 Middle 1撑一波双杀 自己的经济现在是 还是保持在全场第四的位置 那么猴子现在身上的经济呢 是快要做出自己的散尸了 我来去吃一个圣坛 Secret在这个 15分钟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比较神奇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 他们拿到了四伏 这波团战打完以后 他们拿到了四伏 下一波团战的 这个爆发时间呢 估计应该是在19分钟左右 19到20分钟之间 应该是会爆发下一波团战 因为19到20分钟的时候 这个时间呢 一个是猴子的散尸肯定做出来了 第二个是要面临20分钟的神符 骷髅王在19到20分钟的时候 身上应该是会跳刀加臂章 然后再多出一个大件的配件 小强身上应该是不会有其他的装备 术士也不会有 但是丽娜的下一个装备 引刀应该也会在20分钟之前做出来 这样的话应该是在189分钟的时候 爆发下一次关键团 双方的一个核心装 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间点前后 火猫这个时候身上是挂着 3400块钱的存款 没想好出什么 3400块钱的话 按照这场比赛的阵容而言 他应该不会考虑去出狂战斧 这个道具 直接掏个雷锤出来也可以 或者直接先飞鞋也行 这样比赛他的这个经济还算不错 但是这个3400的存款到底是要干什么 我现在没想好 难道直接裸胜剑吗 裸胜剑你还是有点厉害的 骷髅王这个英雄真的到了大后期的时候 事实上他的这个暴击的伤害还是蛮高的 但是这个英雄有一些硬伤 就是腿是真的短 他的腿是真的短 然后他的这个输出呢 又过于不稳定 他的暴击不像PA PA的暴击自带加攻速的这个技能 然后呢有blink 腿不短还能给对方减速 骷髅王这个技能呢距离又近 然后腿又短 暴击又不稳定 另外这个一个吹风加铁 看看兽王大招吼过来 一下两下砍死一个天怒 这个天怒被打死的话应该是要撤 秘密现在的团战的时候 天怒这个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控制和输出爆发 PA那个英雄还有一个好举 就是他的暴击是真能杀人 他不是 他跟这个骷髅王跟PA的区别 还有其他暴击型英雄跟这个PA的区别 就在于PA暴击死人 然后你其他的英雄是暴击对方残血 这里骷髅王跳过来直接锤住 树势砸大小强接技能 一顿平A直接把没断A死 没断这场比赛被针对的次数稍微有一点点多 这场比赛他真的被针对的有点多 VP几乎每次游走 大家注意看这个击杀术 每一次秘密的游走杀的基本全是术士 基本全是术士 对方现在死除了术士以外 死的最多的就是小强 术士跟小强两个人加起来死了八回 秘密一共杀了十个人 一共杀了十个人 剩下的杀了两个人 杀了一次挪瓦 杀了一次这个九帕萨的这个兽王 骷髅王到现在为止没死过 然后你再看这个VP一共杀了七个人 他杀的这七个人里边有三次杀的是你的这个火猫 然后只有猴子没死过 其他的人剩下的人挨个儿死一遍 看到这个民众大帝身上九个魔法 切一发臂章拖一点时间 这样的话在人群当中 丽娜这里风胀吹着自己 然后再放一个技能还是要死 小强开皮定住了老虎 但是这个正面团战 骷髅王这个位置呢 是提前选择撤退钻野区了 下路则是数是一个人在带线升级 上路这波秘密的一个进攻进攻的相当成功 这个是猴子的散尸第一波 而且游戏的时间是在19分钟 跟咱们预测的是一个时间基本相等 但是秘密这波团战 他们的又便宜站在哪了呢 这波团战秘密比正常情况下的这个神服时间点开团 早了大概十几秒 大概是早了那么十几秒二十几秒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9分钟开打 然后打到19分半左右 打完这波团去抢服 但是这个秘密提前开了这波团 提前开团的好处是对方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坏处是打完了以后没神服刷新 所以这波你看打完了以后 都已经快要等到对方复活了 神服还没刷 那么这样的话VP就可以去安心的 至少拿到一个神服 不会像这个15分钟的神服被你拿四个那样 这个地方也是有早就插好了保护眼 早就插好保护眼 这样的话20分钟的神服双方各拿两个 也没有利用这个神服扩大优势 这个地方小强在等自己打招的一个CD 看到了对方的这个应该是马上能看到这只鸡了 这个开悟 没有看到对方这只鸡 火猫还是选择去把这个雷锤锁出来 选择的是一个飞蟹雷锤的路线 发育最快的一种选择 Roger这个位置呢是 开始大招绕过来 队友开了一波雾 队友去撒了一个这个扫描 撒了一把扫描以后 对方开了这波雾 这个Roger 皮开出来以后 但是这个皮开的时间有一点点早 这里丽娜一套技能能秒掉这个能动 啊这No One 转身的时候被兽王直接给了一个大 丽娜这里也没有来得及去吹自己 还是中了大牛的这个大 然后术式大招缓冲一下 骷髅王钻进人群当中 开始输出这个老虎 老虎这个位置好多的致命连接 这里看一下还是直接被带走了 另外一侧呢 这个丽娜赶回战场 开始给输出 定住一个猴子 这个猴子被给上一个暗炎树 再往回跑 一个光机站出来摇一个巨变 猴子这里 骷髅王跟上来 一个锤锤住了一个金猴子 没有打到文铁 猴子这边捡回一条命 这波是对方的骷髅王判断失误 那么自己拿金猴子骗成功了 但是这波打完团战以后 双方人都是来到一个14比10 火猫跟老虎两个关键点被杀 只有一个猴子活下来 丽娜这里又留住了一个大牛 骷髅王跳楼上来 留住 身上有17个魔伴 完全不用担心 对方把自己的蓝打空 吃个魔伴就能活 火猫这块崩一个魂上 你还是在杀酱油 你看Secret这样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他杀的所有的人都是酱油 然后自己一死就死大哥 这些火猫看看 这个位置的一个无影拳很及时 丽娜这个位置 应该是要被猴子追死了感觉 但是丽娜现在没拦 丽娜没拦的话 这猴子打的不疼 另外正面这里呢 骷髅王这里回身 再给上一个锤 这里浇自己的肉 浇自己的大 那么两个队友吃完这个圣坛以后 赶回战场应该是扛不住了 骷髅王这里应该是拼了 能打多少输出 打多少输出 双一个飞斧过来以后 丽娜根本就没有往战场赶 觉得这波来不及了 那么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秘密找到了一些机会 这波团战最后的结果 是找到一些机会的 没有人买活 直接是打赢了这波团 并且打掉骷髅王两条命 丽娜也是被逼退 靠着猴子的这个散尸强势期 还是把这个比赛的一个节奏 给carry下来了 但是他们这种打盾的速度不快 没有什么特别凶残的减甲 然后也没有特别凶残的攻速 也没有特别凶残的物理输出 只能是靠着这个猴子的幻象 去扛这个柔衫 但是打得太慢了 双一个飞斧也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比分来到17比11 经济方面基本拉平 游戏的时间上是三分钟 距离下一个陈服刷牵还有两分钟 赏金神风两分钟 经济拉不开 现在就是骷髅王这个英雄的护耀什么能做出来了 骷髅王的护耀做不出来的话 这个正面的输出还是略显不足 毕竟跟上一场比赛 美杜莎能够去 如果是个美杜莎之类的英雄 还可以轻轻幻象 现在这个阵容有点轻不了幻象 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让利奈一个人干了 这个骷髅王还是要干活的 而且三号为这场比赛 因为放的是个兽王 他的这个持续作战能力也不如大鱼那么强 虽然他一波的能力比大鱼强 秘密这样比赛两边都是一只没有抓到过机会去把这个经济拉开 小强这里应该是发现了猴子的本体 但是自己的队友没有人跟过 现在小强的大招也只有一几 时间快到了 时间快到了 这里看到了对方大牛 小强选择撤退了 时间到了 一个大招 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骷髅王则是跑到对方家的野区去刷一刷野 现在骷髅王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自己的二级大招再死一次之前赶紧升到三级大招 再升一级升到这个18级 有三级大他就不心疼了 40秒一个大随便死去呗 对吧 你只要第二条命打不掉 我这个回家泡个温泉 回来又是一条好汉 这块兽王是开着自己的 吃到一个隐身符应该是 但是对方这场比赛真眼扑的很多 注意看地图上秘密的这堆真眼 同时在地图上存在的这个真眼数量已经快10个了 反过来这样比赛VP的这个真假眼是被对方给爆掉了 嗯 骷髅王打核的必须要20级 18级不够对啊18级不够 但是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先升到18呀 先升到18 确保自己的这个三级大招了以后再说 因为毕竟他的重称号蓝可以通过魔伴去弥补一下 只要有15格以上的魔伴 基本上在自己这个残血的状态下吃了魔伴 就残血空蓝的情况下吃魔伴就不会 因为这个蓝量被打空而导致自己活不出来 就可以了 这波的开老虎开大中路过来找人应该是攻击目标想找这个丽娜 这一套技能是秒到了兽王但是老虎这个位置老虎是被秒掉了 这样双方三后位暂时是一波一换一丽娜一个大再加一个平A 带走了一个爬比将的天怒法师这样能完成双杀上路呢看一看这个骷髅王 上路骷髅王身上有13格的魔伴 那么丽娜这一开着引刀进来再找看见了已经 这里风杖吹起来落地光机阵无缝衔接没有让他放出来神经百变 但是骷髅王这块没有蓝 骷髅王没有蓝也没有显得过来去继续追杀这个猴子 双方团队精进差还是1000多 这波小强跟兽王跟对方的这个丽娜老虎 呃老虎跟这个天怒一换二换二 变相完成了一波二换二 话说这场比赛结束了以后无论如何我要稍微瞇一会儿了 太困了 今天这个比赛 今天这个比赛说实话就中国超级MASER这种比赛 对我这种一个人结束的真是够要命的 看一下这里又是定住了这个灰紧之灵 但是呢丽娜这块的爆发没打出来 没打出来差一个技能没打出来 这个火猫这边是捡回一条命 看看骷髅王应该是准备死血去开这个 死血准备开吃魔霸 切个臂章交掉自己的第一条命以后看看 骷髅王这时候赶紧跳刀出来 大牛交了一个大招 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留住 丽娜这里疯胀 光机阵 撞 能不能秒掉这个猴子啊 这里大招给上来以后 这个大招是打到了猴子的这个 队友给套的一个灵肯上好像是 谁给套了个灵肯 老虎给套了一个灵肯 但是还是成功的击杀掉了 这把冥魂大帝也被丢住以后呢 自己这个大招CT还有十几秒钟 这里应该是打算就靠着切臂章去扛一扛 但是没有扛住 没有扛住最后是被发达给带走 那么后排的一个莉娜现在也是打到弹尽粮绝 没蓝了她现在是关键的事 引刀BKB加疯胀没蓝了 下一个装备这个莉娜准备出的是一个雷锤 出一个雷锤用来去克制对方的这个猴子 这里跑到自己的这个圣坛处呢 拉了两波野 同时拉了两波野 把两波野轻掉 骷髅这波节奏被断以后 也并没有让她的这个经济落后 ACE的猴子还是在这个 骷髅之后排在全场第3 全场第4的一个位置 那么火猫现在是全场第3 莉娜 莉娜是全场第1 老猴全场第5的一个位置 拉了 儿 啊 我這活動了一下頸椎 抱歉還沒看屏幕 結果 結果就出了個針頭 出了個針頭 這塊樹勢呢又是跟對方拼了一波眼 小強選擇是買活 這個位置因為現在遊戲的時間是29分鐘 如果這波團戰輸了的話呢又是要露一大堆的神服 小強這波也直接選擇了買活 而且應該是知道對方應該是準備在這個附近打盾了 不過話說這場比賽秘密這個真眼真是沒少差 到現在為止地圖上還是一大堆的真眼 這裡秘密一波開悟 從肉山裡面出來 然後一波開悟 火貓這場比賽現在身上的裝備呢是一個雷錘加上一個BKB加上一個飛鞋 下一個裝備準備做的是冰甲 猴子龍心出來以後下一個裝備準備再去做的是一個冰眼 現在就看骷髏王下一個裝備是什麼了 骷髏王現在是挑刀必張加上揮曜 還不知道他下一個裝備準備去做什麼 從清理猴子這個幻象的角度來說呢 對於骷髏王來說現在再出一個這個雷錘也不過分 因為骷髏王本來也比較適合去出雷錘這個道具 加攻速 大雷錘當然我指的是 加攻速同時呢給自己套上一個這個電錘的一個效果 用來清這個幻象還是說在這個團戰當中去打輸出都是不錯的 現在由於這個骷髏王 哎獸王這塊打險手 一套技能直接怼到這個猴子身上 這個猴子被直接A死了居然 9%上被火猫一個無影拳帶走 麗娜一個大指到對方的天怒身上 天怒這塊一個龍破斬沒有中沒有打死 術士是一個死血逃生 天怒一個死血逃生 火猫這個地方還在不斷的用TC去消耗 骷髏王教教自己的第一個大招 這波團戰暫時打成了一波一換一 但是這個一換一的人選不是很好 而且骷髏王這波因為他現在三級大招呢 重生的時間CD只有40秒跟一個小技能一樣 動不動就兩條命動不動就兩條命 骷髏王這波並沒有選擇去出這個雷錘 選擇下一段裝備先出個BKB 他出BKB的話是一個打火猫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但其實這場比賽骷髏王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 就是出羊刀 出羊刀 他可以跳羊你知道吧 他跳羊其實很厲害 這波骷髏王現在大招的CD已經又賺好了 又一個減速給上 小強這個位置對方這兒是有真假眼的 那麼搖一個巨變出來給對方減上速 把這個眼給你排掉 這小強開皮 跳羊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他如果跳羊的話 他可以配合這個 隊友去強描火猫 因為火猫自己沒做林肯 自己沒做林肯的話 他就可以強描火猫 火猫只要死了 這團戰其實秘密就沒有輸出點了 打到現在為止 團戰的輸出全是靠火猫在哭哭在支撐 猴子在團戰當中 他只能是去前面去當一當這個肉盾 拿這個幻象衝一衝對方的正式精 其實他本人的輸出沒有多少 在大叔這裡看直播都不用屏蔽禮物特效 舒服 你這是赤裸裸的嘲諷我呀 唉 大叔不解說老乾爹嗎 老乾爹比賽沒開始呢呀 你這在幹嘛 什麼就我不解說老乾爹 我能不說老乾爹嗎 現在看老乾爹的人那麼多 對吧為了騙打賞我也得說老乾爹 我怎麼可能不說老乾爹 這麗娜是先做出來了大雷錘 骷髏王這邊 嗯 BKB已經做出來了 BKB以後然後再出大雷錘 看來這場比賽他們也是放棄了去加強自己的控制 覺得有這個獸王加骷髏王加上麗娜的這些控制 我加速是大加小強穿子已經夠了 當然了這場比賽對付火貓的話 確實這個對於骷髏王的跳陽的需求沒有那麼迫切 因為有一個小強可以通過開皮去掀手定 這波開悟出來找人 那麼進行後看一眼這個肉山 剛好他們進來的這個時候大牛的星體遊魂結束往回走 而且他們撤到了很靠後的一個位置 這裡再扔一個星體遊魂出來 撞一波兵線然後往肉山處走 但是對面已經打完了 這打的有點快 這獸王的光環加上這哥倆的雙倍的一個麗娜 這個輸出確實有點太高了 小強這個位置是被對方發現了 那麼回身看一下風障吹起來落地 一個穿刺 這波這個天怒直接被秒 小強這手穿刺還是有點亮 那麼這波主動進攻 天怒被殺了以後呢 是一個麗娜帶盾 麗娜帶盾的一波進攻 骷髏王有命 麗娜帶盾 而且這個是骷髏王的10秒BKB第一波 他現在是可以直接跳上去以後 先錘爆對方一波 錘爆對方狗頭 感謝泛黑黑黑的還有 Mizu Kodo的這個竹子 我不是火星人的飯糰便當竹子 Cresto的這個飯糰子 看下這波麗娜 麗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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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娜要死麗娜要死麗娜 麗娜交盾了麗娜交盾了 拉美西斯這個第一條命 直接是扔了一個錘子出來 但是效果一般 這大牛一角CT 獸王轉身吼住了這個火猫 火猫這裡被一頓輸出 但是猴子過來配合大牛的技能 直接秒掉了麗娜 這波團戰到現在為止血虧 火猫跟麗娜現在一換一 988這也走不掉 骷髏王站起來以後 是不是大招砸出來 給上一個這麼連接 但是這個骷髏王 有點扛不住對方 這幫人的輸出 這輸出有點略高 這骷髏王沒有機會切笔章 一群猴子的幻象 在不停的輸出自己 這裡猴子再過來留住一個Solo 小翔的穿字被神經版面 躲掉以後呢 這裡當著對面 開一個聖壇的面 秒掉Solo 根本不在乎你這一波的輸出 這波團戰是火猫完成 一波一換四 而且打掉了麗娜的肉山盾 和一個骷髏王的一條命 一個大招兩條命 相當於這波打成了一波一換六 總共殺了 這個又是一個真眼 看到了這個小翔 小翔這位置開一個皮 定一手 然後呢 要死 然後要死 這個跳刀 跳刀有點溜 跳刀有點溜 他這個小翔 這波跳刀是剛剛拿出來 他之前手裡邊只有把風障 先拿出來一把跳 這波團戰打完了以後 現在秘密的經濟已經追回來了 那麼火猫的經濟現在排在第四 火猫一上來把所有的注意力 全都放在你的這個麗娜身上 這波操作很漂亮 因為畢竟VP這個陣容 他不硬 他不硬 他別看骷髏王這英雄看起來很硬 其實骷髏王一點都不硬 這個英雄 骷髏王這邊也是在出雷拳 而且猴子這個貼身了以後 由於猴子的貼身呢 也是導致這幫人現在 正面團的時候沒有那麼好接 火王這邊呢 現在還是在安心的做自己的大雷錘 他必須要把大雷錘做出來 要不然那個猴子的幻象太...太煩 實在是太煩 要開始爆癢了這幫人 這邊一根劍射中了這個... 射中了一個小鷹 把守望的小鷹被射掉了 不是說雷錘課猴子是個笑話嗎 確實是啊 雷錘課猴子就是個笑話 但問題在於這樣比賽 VP沒有別的選擇呀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東西 你課不課的是一回事 這個東西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是另一回事 這場比賽 VP這個陣容就是缺AOE 就是缺這種大大範圍 這個高傷害的AOE 他唯一的選擇就是去做這個雷錘 然後就再往後做就是冰甲 冰甲給那幫猴子這堆幻象減速 然後去方便找真身 雷錘用來去慢慢去清 只有這樣的一個辦法 沒有別的招 猴子現在等級是22級 琳娜23 那麼紅貓現在是23 看看小強這個位置 唉呦這個真眼 這個真眼又是看見了小強 這里納一個攻擊陣 沒中 那這樣的話沒機會了 這波進攻 這是已經是一個最好的機會了 但沒有找到的話 就要被對方反打了 天堂一個技能打出來 沒有推推 這里小強一個穿字 穿到了火毛身上 但沒什麼卵用 小強這里也要送 手裡邊還有一個蜂杖 拖一點時間嗎 沒有來得及 直接被發達帶走 上面這里是猴子 把這個骷髏王的血量 藍量給啃光 吹風起來以後 給他接著往回走 正面已經接不住了 這VP 骷髏王這個英雄這場比賽的這個出裝 其實骷髏王的出裝 沒有太大的硬傷 莉娜也沒有太大的硬傷 但是他那個正面接不住 剛才這波團戰就是 小強沒有能夠第一時間 躲開對方的這個增加眼 但是不得不說 這場比賽 我覺得要是秘密贏了的話 頭弓應該記在這個 趴比將身上 趴比將這場比賽的這個 瘋狂的爆眼 是他們能夠把這個比賽 打到現在很重要的一點 小強幾乎是走到哪 死到哪 而莉娜開了一個引刀 過來想找人 但是老虎呢 是開了一個大 老虎開了一個大出來以後 再加上老虎身上有林肯 莉娜身上的這個技能的話 只能是依靠一個龍 他應該殺老虎的流程 是光激陣龍破斬 然後一個風障破林肯 再加一個大 應該是這一套技能打上去 但是好像傷害不夠 傷害好像是不夠 40分鐘的神符 這裡還是諾瓦給空掉 但是剩下三個呢 都是這個秘密的 這樣秘密的團隊精神 應該是可以領先到6000左右了 猴子現在已經是相位單刀 這個閃屍龍心冰眼 最後一級天賦猴子要是再加一個這個減7秒神經百變冷卻就有意思了 神經百變用的根本停不下來 猴子現在是不是和佛像一樣 何止啊 猴子現在簡直就是一群佛像 連這個 連這個 幻象都不好處理 現在太硬了 我知道你這肯定是在想讓我說這個話 然後告訴完了完了 但是你看現在這個猴子現在是真的打不動 現在這個不是不是亂講 是真的打不動 感謝雨光雨水的禮炮 HMSC的2000個竹子 Tim Harris的車票便當 還有潘 潘潘潘什麼 什麼SC大佬的竹子便當車票啊 這個不會念不好意思 大叔出來我請你吃海底撈 哈哈哈 你請我吃海底撈還行 我這個 再等 等過些日子 過些日子 過些日子有機會咱們一起吃海底撈 火女這邊 火女這邊現在是出了一個準備出大推推 準備出大推推 這樣的話是要加強自己的一個物理輸出能力還是 定會四點怎麼樣 定會四點有點略遠呀略遠呀 這裡小強可以偷雞 可以搞一波雞 可以再等這個雞走遠一點 然後搞一波雞 美滋滋的跑 nice 看看正面戰場 這個位置solo的這個數字 被天怒發現以後呢 直接一個大招給上來 躲開天怒大招 這個天怒大招是不是給的太草率了 給的太草率了呀大寶貝 看看這個大哥之間的較量了 只能是 現在醬油死差不多了 骷髏王這個位置被這個幻象捶了一波以後 小強穿刺中了 一個錘中了 這裡光機震中了 不要死呀 呃 這一次這波那個猴子又被錘爆了 這樣的話 火貓猴子天怒三個人 只殺了對方一個數字 呃 有買活 有買活不用怕 雙大哥都有買活 不用怕 嘶 這不要鬧呀 這怎麼辦 這讓我怎麼解說 哎呀這波VP回來打肉身 二代肉身 盾奶 盾奶的話 他波王是不是要考慮拿個奶酪 波王拿個奶酪應該不會吧 也不拿 那看來酷王這場比賽就是拼了 就這 就這身裝備了 就這身裝備給你鋼了 莉娜是把這個魔龍槍放下 然後掏出來了一個 這個把肉身盾拿在身上 小強是帶著奶酪 跳刀封杖奶酪 這個秘密現在已經開始 用這個老虎的幻象出去帶線了 那老虎幻象帶線不快呀 這這這這這這技能教的太草率了吧 這個 骷髏王這第一條命 這教的是什麼玩意兒 等一會兒CD交第二條嗎 還是等一會兒 術師 術師跑了下路去帶線了 那應該是不打了 應該是不進攻了 靈魂這罐現在身上吃掉了一個恢復神服狀態不滿 裝備上已經做出了大推推 草鞋這個麗娜現在還是一個 這草鞋的麗娜這未來的空間就大了呀 知道他一會兒掏出一個衛生性甲來對不對 嚇了一面一跳 應該是飛鞋啊 這個肯定是飛鞋 天賦上面也是走了一個 除了一層天賦以外 那麼其他的基本上都走的是一個純物理的一個套路 呃 純物理流的麗娜配大雷錘 下一個裝備應該是飛鞋 大推推拿出來以後呢 這個引刀這場比賽 也沒法換 現在麗娜比較尷尬的就是這個引刀他也沒法換 那麼也就是說這場比賽麗娜很有可能就放棄出大炮的這個打法了 應該還是就是拿著雷錘作為一個主樹霜 嗯 還得老是禁松店 啊 禁松店可以 禁松 禁 評論員禁松店這個沒問題 這個離我不是特別遠 這個到時候看機會啊 對對機會 對機會 有機會有時間了 咱們就咱們咱們就吃一下 你你不會在這個湯裡下藥然後睡我吧 看下這個上高 現在VP有優勢以後 VP肯定是要準備上高的 看看這一波這個高地現在不好上啊 對VP來說 VP這個陣容本來上高就 這個陣容上高就不好上 然後對面還有個大牛 一個大牛一個火貓 感覺手高 手高小能手 下藥以後刮腿毛 這場比賽到目前為止 雙方的一個經濟 基本上還是保持在一個 比較小的一個差距 一直都沒有出現過 特別大幅度的一個變化 最多最多最多的時候 都沒有到六千 連五千都沒上過 這個直播間這幫人太可怕了 我決定不給你們去吃海底撈了 我還是安心的在家吃我的 啃我的黃瓜吧 黃瓜也有胡蘿蔔海天一色 你知道 下路的二塔 這波拆完了以後呢 這些人離的有點遠啊 這所有的人都在這個地圖上 這這些位置是什麼意思 下路高地不管了嗎 就留了一個大牛在家裡面拖時間 大牛在家裡面拖時間 然後等著隊伍其他隊伍回來 現在雙方團隊經濟 這一會兒是刷出來了五千的差距 刷前的這個空間差的有點多 這個老虎這根劍沒有能夠射到 莉娜 莉娜現在身上這個肉山盾 還有四十多秒的時間 這個第一條命就這麼沒了嗎 就這麼沒了嗎 這數是一個大招 砸中四個人嗎 沒有啊 猴子神經百變躲了一波 拍臂將被秒 骷髏王的第一條命還沒有交 但是莉娜的第一條命交了 莉娜這關BKB還沒有著急開 轉身先清一清猴子的幻象 這個時候骷髏王準備交第一條命 這個時候看看高地上面 老虎被秒 老虎被秒以後 老虎可以買 老虎可以買 這裡拍臂將衝出來以後 莉娜開啟了BKB 然後準備對機會反打 看看是拉米西斯 拉米西斯現在這個骷髏王的 第二個大招CT還有三十秒 應該是要先往回撤一下 但是秘密知道 你這個時候要等骷髏王的大 不會輕易讓你回撤 有時候小強開著皮 往對方臉上走一波 但是並沒有能夠定住人 沒有找到機會定住人 這一波秘密主要還是少一個人 他往外衝的話有點危險 骷髏王這個時候身上的裝備呢 是把TP換出來 然後跳到樹林裡面 準備直接TP到這兒 然後過來打錢 是不是 好吧 上路的錢呢讓給了獸王 讓給了獸王 這骷髏王為什麼回家了呀 回家過來清中路兵線好吧 我還以為他要去上路這個 清一清也順便打一打錢啊 這個 理解錯了 理解錯了 人多了大叔不敢說大一仗大寶石了 沒有啊 這場比賽他們現在沒有人做寶石 所以當時合不出來大寶石了 大寶石需要兩個呀 一個一個都沒有你怎麼說啊 這裏弄萬應該是直接要被錘爆了 Nice啊 弄萬這波被秒 弄萬現在有買活 這個肯定是要逼你一個買活出來的 這個不逼你一個買活了我就血虧了 這時候莉娜選擇是用自己的幻象出去卡一卡兵線 但是其實沒什麼卵用 對方已經帶著一波兵線上來了 骷髏王自己一個人在高地現在苦苦掙扎啊 身上身在是猴 誒剛才誰我看到了一個金箍棒 誰我剛才看的好像有一個金箍棒 MKB這個道具 是老虎嗎還是誰啊 難道是我瞎了 我完了我就出幻覺了呀 完了我就幻覺主播了變成 幻覺幻覺主播了 這裡有著開一個大招 然後接著往回跑 完了出幻覺了 真的真的出幻覺了 這罐對不是九八爪過來 九八爪這裡直接選擇 你吃個福再TP啊 我去 感覺虧了一個億 天洞手裡邊現在是沒有反引的 有一個誤 看看這波莉娜硬是沒逼出來買活啊 這硬是沒逼出來沒逼一個買活啊 這個有點僵硬了 大寶石在這個昨天的一個更新 昨天更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大寶石昨天更新了一下 更新了一下改了一下效果 現在大寶石是每隔四分鐘自帶一個假眼 每隔四分鐘會自帶一個假眼 你可以使用 時間是四分鐘的CD 依娜在這塊清一清對方這個猴子的幻象啊 眼石啊 還真 還真有這種東西啊 露阿露裡邊有這種東西嗎 我不知道 我不玩露阿露 我真不知道 我就是 我就是臨時想出來的 所以推推出來以後呢 看一下啊 還是要死 這個位置逛街逛了很長時間 呃 留著買活的情況下 他這樣逛街就拖一點時間 還是比較有效的 目前VP五個人都有買 啊 這還真有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確實是不玩露阿露 王者榮耀我還 我還玩過幾次 露阿露我是真不知道 有這麼高可忌的東西 有點厲害 有點厲害 大寶石怎麼喝 大寶石幾方的寶石加對方的寶石 加一個捲軸 昨天版本更新了以後 捲軸的價格現在是1200 之前是1458好像是 現在是1200 然後 骷髏王那邊 現在是拿出了一個寶石啊 這個骷髏王已經做寶石了 這個骷髏王已經做寶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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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雙方比分是33比22 兩邊現在都是 其實相比之下 你能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VP的這個進攻的意願 要比這個秘密要強了不少 到現在為止 從雙方的這場比賽 打到目前自己身上的這些裝備 其實秘密應該知道 自己的這個團隊經濟不比那方差 因為現在火貓身上的裝備 跟這個猴子身上的裝備 以及存款 都已經是激進畢業和飽和的一個狀態 而且都有買活 這樣現在的一個狀態 他們現在沒有去主動進攻 應該是在等盾 而且這個盾不出一拜 應該是要給老虎 因為現在老虎沒有買 老虎應該是 老虎沒有買的話 應該會給老虎 兩邊應該還是會圍繞著這個肉山盾 去做文章 白虎這邊已經是無限大了 20秒一個大 持續時間18秒 無限大 全員無限隱身 這邊正面戰場 看一下蘭米歇斯 馬米歇斯吃傷害吃的還行 獸王一個大招 吼住以後 沒得完被瞬秒 那麼 A4這個位置怎麼說 怎麼感覺剛才 獸王那大招吼的不是那個誰啊 猴子這塊選擇 他是加的暴擊 他沒有加神經百變CD 那麼這樣的話 他的自保能力 在正面團戰當中 還是沒有那麼的出色 這波火貓買活以後 老虎衝上來 但是老虎要注意不能死 老虎現在是沒有買活的 骷髏王的大招 第一條命還沒有交 這裡火貓崩上來 帶走一個小強 小強死了 天怒 這裡是一個大招甩到獸王頭上 不過獸王表示不是特別的疼 獸王身上有一個否決掛式 這裡樹是被錘爆了以後呢 又是掉出來第二個地獄火 這樣雙窩人頭數暫時是打成了一個35比23 那麼現在VP要是再買活一個樹勢的話 這個經濟應該就被反超了 沒有買直接就反超了馬上要 那樹勢買活 樹勢買活以後 那麼VP這波是靠著兩個人頭加上兩個買活 秘密這邊是一個火貓 一個買活 當然這個VP付出的兩個醬油的代價 秘密這邊付出的是一個大哥的代價 這個相比之下的話 我感覺好像還是秘密虧了一點點 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骷髏王 骷髏王這裡直接把PKP開了 看一下這個火貓跟老虎不能死 這兩個人現在是沒有買活的 沒有買活 看猴子過來開始給輸出 貼這個莉娜的身給輸出 但是有點不敢往上走 骷髏王現在還是有大招 這小強身上沒有第一時間去開皮 骷髏王這條命感覺是要交 感覺這條命是要交 沒有 現在他也沒有必章可以切 看一下正面戰場 莉娜莉娜 莉娜被猴子貼身了 開引刀再往下找 再往下找 這個時候骷髏王趕緊回來去掩護自己 莉娜這個點 莉娜一直在被這個猴子針對 這個猴子 哎這根劍 No one躲開了 躲開了這根劍 這個眼關鍵了 這個眼關鍵了 高檀上這個眼是幫助他看到了 對方射了一根劍過來 沒有這個眼的話 剛才這根劍鐵定是要中的 沒有人看見這根劍飛過來 剛才沒有視野的 這波最終打完的一個結果呢 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就是多死了一個這個小牆 小牆這波是一個買活死 買活死的小牆 加上買活了以後的一個樹石 而且這個樹石現在暫時沒打 當然他可以用死去創造一個大出來 那麼骷髏王現在身上的大招CD已經賺好 看一看寶石方面 寶石方面現在是在誰身上 沒有人拿這個寶石嗎 剛才我記得這個地方小翔死了 是掉了一顆寶石 那寶石呢 打入山 哎這個打入山秘密真是 打入山真是秘密的痛啊這個陣容 老虎一根劍射過來又是射在了這個鷹上面 看骷髏王衝進來以後呢 不給自己第一時間套個大雷錘嗎 不給自己套個大雷錘嗎 這個時候琳娜這裡給上一個光劑陣 哭了這裡老虎繼續就開大 這TC的一個推推抬一手 幫著這個獸王躲一下對方的這根劍 那麼猴子繼續在裡面一個人單條肉山 你打的能再慢點嗎 看一下這裡天怒一個大招 獸王被秒 獸王直接選擇買活 大牛的大招這邊沒有中 我能萬開啟了BKB往回車 獸王飛鞋趕回戰場 樹勢這個時候他的大招CD 我記得應該是賺好了 因為之前我看的時候 就已經只有30多秒了 選擇加了20點地獄火的護甲 而沒有選擇加這個魔免地獄火 那麼這樣的話回撤這個肉山盾 怎麼說 現在這個肉山盾 誰拿到這個波肉山盾 誰在正面戰場就有絕對的一個 控制主動權 這老虎再開一波大招 骷髏王跳進來以後 還是沒有藍給自己去套這個雷錘 這個時候看一看 誒這裡獸王又是找到天怒 把天怒直接秒殺 骷髏王交第一條命 有沒有人上來集火 這個骷髏王的第二條命 沒有集火成功 小強這個地方 一個穿刺 穿到了猴子 猴子的本帖 分身符 躲出來 有點被帶走以後 火猫開始BKP 衝進一頓風光輸出 又是秒的 你別秒舒适啊 你為什麼要秒舒适啊 我的哥呀 這怎麼老喜歡去團戰 都秒舒适啊 這是第一夥不夠不夠打的嗎 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莉娜這時候死血往回撤 這個火猫現在沒有滿活 106秒 拉米西斯現在在等自己的下一個大 還有5 4 3 死了 死了 沒有等到自己下一個大招的CD 這樣的話只有弄完自己一個人 成功地逃回家裡面 其他所有的隊伍都涼了 然後猴子這波血轉 猴子這波團戰打下來了以後血轉 他沒有死 從頭打到尾 火猫是買活死 這波打完了以後呢 接著進來打肉山 這波肉山終於能打完了 終於能打完了 這個總是衝進去去秒數 是這個動作真是有點遭不住 你別說 不過這個時候秘密打完這波團戰起碼是贏了 不管怎麼樣起碼是贏了 贏了這波團戰以後 火猫現在身上的買活CD還有不到三分鐘 那麼 下一波團戰的話 贏 老虎接著開大 反正現在大招無限開 有了大招可以開 那麼骷髏這波買活以後呢 秘密的目的也達到了 逼一個你的大哥買活 然後我這邊呢拿到肉山盾 再等一個火猫的復活 上來以後再去找機會給你開團就可以了 復活盾是交到了猴子的身上 刷新球碎片是在大牛手裡邊 老虎手裡面現在是一身的輸出裝 再出大炮 再出大炮 這火猫每次上來去秒樹式這個動作 確實是感覺有點 真的是把自己有點做報告 當然他不秒的話 樹式很噁心 很噁心 這個不假 但是他自己秒一個樹式 剛才那波團戰也真的搭上猴子 確實是硬現在 這4000多血的猴子加上 36有點護甲也確實有點打不動 但是今天BO3都拉滿了 沒有之前的比賽都是2比0吧 是不是2比0 好像是 猴子這邊兜裡揣了一根MKB 看看這個高地 這個高地想硬上的話沒有那麼容易 莉娜這個裝備現在畢竟手裡邊是有一把羊刀的 硬上搞不好一波就被對方找機會就錘死了 這波Roger現在身上沒有寶石 這裡看這個雞 看這個雞怎麼說 火毛崩一個魂過來 Nice 這個雞身上是一個玲瓏心啊 拉美西斯的玲瓏心沒了 這個完了 這個氣勢上完蛋了 骷髏買活油 好不容易拿著一個玲瓏心 等著給自己這大招撿一波CD 這一下就涼了呀 玲瓏心沒了我去 這個氣勢上要被對方給碾壓一波 而且這個肉山盾對方還剩兩分鐘 鳥復活要三分鐘 對方肯定是要捶你這一波了 現在猴子身上有BKB 看一下這個火毛BKB衝上來 又秒數出來啦 又過來秒數出來 不是個這吧 這猴子的第一條命已經交了 第一條命交掉以後 看一看這波還要繼續打嗎 應該不能打了 這波再打的話 猴子再被秒一次的話 遭不住了 天諾也被秒了以後 選擇了滿活 麗娜這波突然打了三千二的輸出 這波火毛打這個數是打到一半反應過來了 反應過來了 扭頭就打別人了 他再打一會這數是 這數是再拍一個地獄火下來的話 自己又要量在這高地上 看這波高地接著上嗎 還要 刷新球碎片 目前是還在大牛手裡邊揣著 大牛手裡邊是有一個這個羊刀 這裡羊一下 要打掉第一條命呢 一個推推 抬一手 一根劍射中 這樣他第一條命交了 獸王給上一個飛火 拖一點時間 大牛一腳CT 斷一下後排 骷髏王這裡死了以後呢 是直接出了一波東線 開BKB 接著往回跑 開BKB 接著往回跑 這個猴子 由於他自己身上沒有BKB 所以他自己的本體不能太衝動 猴子 這就是火毛崩上來 還在找人 後排開一個窟 開一個塔房 拖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時候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等骷髏王的這個大招 骷髏王回家連大藥都嗑了 為了快速回線上 連大藥都得嗑一個 莉娜在正面站上 這裡接著去快速的清兵線 火毛是留一個魂在正面 然後直接一個飛鞋上路去代線 小強這個地方上來的時候 手裡是揣了一顆寶石 那麼野不作用的大牛身上也是 揣了一顆寶石 現在距離這個鳥的復活時間 還有不到40秒鐘的時間 這裡獸王 有買活嗎獸王 獸王這個時候沒有買活 獸王一分半沒買活 BKB送了 這個獸王送了 這是個機會 秘密快上高 現在兩萬經濟領先 這個時候是上高的機會了 把兵線帶過來直接上高 肉山盾消 肉山盾 肉山盾本身就沒了 本來就剛才就已經交掉了 這個時候肯定是要上高了 你少一個獸王80多秒 復活沒有買活 看一下這個中路高地塔 現在你也沒有塔房 很快就可以拆掉你這個中路高地塔 大牛這條CD踩住了 莉娜這裡推推抬 抬一手 這裡看看小強的一個穿測 被神經百變躲一波 中路高地塔高破 那獸王這個時候還是買活不了 看一下這個雞 雞已經活了 骷髏王拿到了自己的一個零工心 骷髏王拿到自己的零工心以後 敢不敢往前頂 這個時候 拿到零工心以後 對方猴子選擇是先拆你一個遠程兵營 這個時候看看 這個骷髏王怎麼說 火毛上了一個TC 流樹勢 樹勢要被秒了 Nice 樹勢在自己大招CD還長一秒鐘的時候 被對方吹爆 這個時候死了以後 有一個地獄火砸出來 看看正面 No1 風杖吹起來自己 拉米西斯交第一條命 樹勢復活以後 一個大招砸下來以後 再死一次 交出一個地獄火 正面戰場 看看這個正面 這怎麼說 Roger被帶走 No1也被帶走 No1選擇是直接買活 再幹一波戰場 Roger也是選擇買活 趕緊把寶石捡進來 雙方的團隊經濟差 已經拉開到2萬8 VP章 比賽打到現在為止 已經被打到淡金糧絕了 所有的人都在買活CD 經濟方面現在猴子4萬2 霓娜3萬 骷髏王3萬 但是骷髏王這場比賽 最後一件 選擇一個靈工心出來的話 也就意味著 他的輸出沒有任何的提升 0提升的一個輸出 Dia's bottom shrine is under attack Dia's bottom shrine is under attack Dia's bottom shrine is under attack 術出剛才這波團戰貢獻了3個地獄火出來 但是仍然是 結果是沒有能夠打贏 還是被對方全身而退 那麼自己的這個兩個大哥也現在都沒有買活了 只剩一個獸王又買了 其他所有人都沒有買活了 骷髏王目前身上是強襲加大雷錘加上這個 輝耀BKB跳刀 這時候他這個跳刀其實有沒有做那麼回事了 沒有機會用 但是他現在身上也沒有什麼錢 可以讓他再做下一個裝備的 他再有一件裝備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跳刀扔在包裡面了 套上一個大雷錘 然後清一清對方的幻象 這猴子這對幻象是真的硬 這第一條命直接交掉 大牛的一個大招上來以後呢 骷髏王這個跳走 哎呦這個麗娜呀 麗娜這個地方居然是中了對方大牛的一個大 然後風障還吹晚了 這樣中路高低高破 VP現在正面戰場輸出不夠 麗娜因為做的是這個大雷錘和羊刀 他沒有搭炮 所以他對於對方大哥沒有秒殺的能力 火貓這個時候也已經把自己的這個裝備 肉裝已經出齊了 BKB加上冰甲加上林肯 肉裝已經出齊 天賦上面選擇的是減了這個殘炎的一個充能時間 也是跑去四處帶線 現在這個猴子打不死是最大的關鍵問題 輸出不夠啊 骷髏王這個時候要想贏的話 最後一個選擇就是骷髏王出把聖劍了 骷髏王出把聖劍或者是火女這邊耕一個大炮出來 這是這場比賽他們要想翻盤唯一的辦法 解說的必須聲音大一點 骷髏王大招的CD現在是30秒一個 這個時候這種時候其實是骷髏王真的應該考慮去出一個A賬的時候了 這個時候骷髏王的A賬是真正的意義上的制變裝了 有一個A賬的話 他的這個大招結束以後還可以再多7秒 這樣呢等於他的這個大招的真實CD是23秒鐘 這個肉山打完 肉山打完以後 這是四代肉山 四代肉山 猴子帶盾 那麼火貓身上是自己出了一個刷新球 大牛這裡是刷新球碎片 這種時候骷髏王的最好的選擇真的就只剩下出一張了 但是他現在沒有機會去買 自己家裡面現在雖然只有一路高低高破 但是自己的人出不去 買活方面骷髏王獸王兩個人有買 莉娜現在差沒有錢沒有錢也沒有CD 飛屁 飛屁這邊 出不去門 只能站在高地上給這邊發語音了 然後再去看他 然後再去看他 就看他有沒有這個勇氣了 骷髏王這邊看他有沒有勇氣了 他出一個一張出來以後 反正他現在這個 買活了其實對於骷髏王來說也沒什麼卵用 買活他可以多兩條命 但是他如果出個一張的話呢 可以讓自己的隊友多輸出一會兒 這個其實現在挺關鍵的一個東西 你看他砍這個金猴子完全砍不動 他砍金猴子是什麼速度 也就意味著砍猴子的本體是什麼速度 現在這個秘密在等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看 猴子這邊又是把假腿拿起來 拿的是蝴蝶嗎還是飛鞋 飛鞋 現在猴子身上的裝備已經是九格裝滿了 九格裝備 九格裝備 火貓現在沒有什麼可以更新的了 猴子銀月也已經吃了 老虎這邊也是大炮加撒旦加BKB加林肯 這裡一套技能 怼一下這個 這個老虎這個老虎這個老虎被秒了 老虎買活嗎 天諾也被秒了 天諾是在這個另外一側被這個獸王秒了 這裡骷髏王出來以後找人 前排這裡是小強被揚助 小強被揚助以後 小強應該是要有可能被秒 風扇吹起來自己拖一點時間 這時候開始反打 老虎是天諾是飛到了下路的聖壇 這老虎不買嗎 老虎不買嗎 老虎不買活的話呢 VP這波團戰打完了以後 是把對方的這個老虎跟天諾各殺了一次 然後自己沒有人死 VP這邊下不了高地 我就打字嘲諷你 技能打不著你嘴炮輸出你 嘴炮輸出一波以後 現在雙方的這個團隊經濟 剛才這一波拉回來了4000多 拉回來4000多以後 雙方的這個經濟差距只剩38000了 這個差距已經逐漸的縮小了 哈哈哈哈 這你妹咪咪在玩玩四路打完 其實這場比賽咪咪不是不想打完 咪咪現在真的是不好打完 他這個陣容就是因為他不好打完的原因是在哪 火猫太脆 火猫他現在雖然說出了一身的這種就是自保裝 但是他其實還是太脆 然後對方的這兩個大哥呢 麗娜倒是還好點 麗娜沒有那麼硬 但問題是你摸不著麗娜 對面一直就是一個骷髏王在前面頂著 這骷髏王身上還吃有大招有玲瓏心 然後還比較硬是吧 3000多血有重生 重生還對帶給對方去扔扔錘子 所以這個這個東西就是秘密不是很好上 而且現在雙方的這個經濟差雖然是有三萬八 但是這個三萬八的經濟差其實是很 是很水的一個經濟領先 就是說我現在的經濟在誰身上 其實大家可以去對比一下 就是猴子火猫和麗娜這三個人 一個一個是因為正常情況下 一個英雄的六神裝應該是三萬 我們姑且算上一個刷新球 姑且算吃上一個銀月大概就是三萬二到三萬四 一般也就也就是十二格神裝 也就是六格神裝了 然後猴子現在等於他有大概一萬的這個經濟泡沫 然後火猫有大概七千到九千的經濟泡沫 這個老虎有大概六千到八千的一個經濟泡沫 也就是他剩下所有的經濟都是無效經濟 擱在包里面沒有用 要么就是存款 要么就擱包里面沒有任何的意義 所以他現在領先的這個三萬六經濟裡面 實際上很多是無效經濟 現在目前領先的有效經濟 就是大牛的這個經濟是有效經濟 其他人的經濟其實都是無效經濟 就是買活沒有其他的作用 這個就是現在為什麼領先著這麼多經濟 他這個高地不敢輕易打 作戰裝備作戰能力沒有本質上的差距 這個對於雙方的三大哥來說 莉娜的這身裝備 你能說他這身裝備輸出不夠嗎 對吧你能說他不是六神裝嗎 骷髏王的這身裝備絕對是六神裝 鞋都沒有鞋我都不要了 獸王這身裝備也是一樣的 三級輸大飛鞋跳刀BKB否決加炎炎文章 就是我的大哥戰鬥能力一樣 你領先了我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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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經濟大哥的經濟 但你這個經濟全是存款 除了存款就是其他沒什麼用的這個 這個包裡面的一些裝備 你看猴子舉個最簡單例子 猴子存款有9600 猴子存款9600 然後包裡有個飛鞋 哎這這這這這 林肯又攢上了一個 林肯被破掉以後 看看這個猴子趕緊往回走 這個本體被揚住了 有一個巨變 莉娜一頓風光輸出 這猴子被秒了 猴子要買活 大牛這個大中三個人 效果不錯 火猫崩三魂那S一波爆發 帶走對方很多人 骷髏王站起來以後 是被這個留住一個揚揚住 揚住以後對手給上一發推推 但是這個骷髏王還是要死 還是要死 這個時候骷髏王也是直接選擇買活 早買早燒燒 莉娜被定住以後 莉娜這個時候也有買活 大牛叫CD踩住 一頓輸出 莉娜也死了 莉娜也趕緊買 趕緊買 早買早CD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猶豫 不買嗎 這個時候就是不買嗎 覺得對方這個時候不敢上 不買 不買的話一百多秒 要等一個莉娜的買活出來 這牛的這兩個大招 真的是要了命了 牛的這兩個大招 加上剛才火猫的這個三魂衝過來以後 這個傷害確實是有點太可怕了 火猫現在他的三魂出來以後 他的一個魂是300 三個魂炸出來以後 再加上這個天賦的一個技能增強 三個魂炸出來一千多傷害 而且是一個AOE 這個高地是真的不好上 這個猴子從剛才那波團戰來看的話 在莉娜還沒有更新出來自己的大炮的情況呀 這個猴子都有可能被盯住了以後 一波豈能直接秒 這個大炮 這個莉娜如果一會選擇是把身上的某一件 裝備換成一個大炮的話 這個猴子有可能是會被直接一套技能控死的 這個猴子有可能是會被直接一套技能控死的 小強下一個裝備準備去出的是一個羊刀 這個小強也沒有考慮過去出A仗這個道具 其實出個A仗也挺有意思的這場比賽 出一個A仗去限制對方這幫人是很噁心的一個存在 25級小強天賦上面選擇加的是這個復仇無視地形 滿時間亂跑 小強這邊選擇的20級天賦是加了75%的尖刺外殼傷害 並沒有選擇去加這個穿刺傷害 他如果選擇加的是出這個A仗的話 他應該會選擇加這個175尖刺外殼穿刺傷害 然後最後一級天賦的話可以考慮加100敏 加100敏的話等於相當於是加20點護甲 20點護甲在這個鑽在地底下的時候 再加上這個減傷的一個加成 然後他還可以考慮就出個這個 就出個A仗出個冰甲 往地上一戳 往地上一戳 噁心死對面我跟你說 然後比賽已經打了70多分鐘 雙方團隊的經濟差異數拉開到了43000 Secret這邊是在等肉山盾 但這個肉山盾的時間大概是在十分半多 VP這邊已經嫌到無聊 開始給這個Mid1打賞了 拉美希斯幹的吧 這是拉美希斯打賞了一波Mid1 然後開始一波嘴泡輸出 這局要是打成1比1平 然後下一局再打個一個多鐘頭 然後這邊我再等一個老幹爹打液體 我今兒都蒙睡了 我現在就不用睡了 這場比賽要開始進入到了一個非常焦灼的狀態 A4這邊身上的裝備呢 你看這個A4身上的裝備 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團隊經濟差是4萬對吧 猴子身上的這個無效經濟呢 是有6000 7000 猴子一個人有7000 然後火貓身上的裝備呢 有9000的存款 9000的存款 老虎身上是7600的存款 然後還有一個閃避護符在包裡邊 等於在這些人的這些無效經濟加起來以後 幾乎就是全隊的這個差距了 大牛這邊準備自己出山球了 那這根肉山也已經刷了 打了一動 樹側這邊做出來了自己的A帳 而且是在留著買活的情況下做出來的A帳 这波肉山打完了以后 刷新球随便应该还是先交给大牛 因为现在大牛还没有刷新球 那么肉山盾是交给火猫吗 还是交给谁 肉山盾也交给了大牛 奶酪是交到了这个猴子身上 这个树是 这个树是 这条命交的有点亏 这条命交的有点小亏 可以买活 可以买活出来甩这个A张大 甩完A张大以后再上进自杀一波 然后再创造三个这个地狱火出来 大牛身上也是做了一个玲珑心 玲珑心加上杨刀加BKB飞鞋祭品 这个高级塔的建筑看上火猫跳脑上来 给人一个TC数据直接选他买活 普罗王第一条命直接被顺秒 数据出来A张大 砸一波 A张大砸一波以后 然后准备可以去送死了 这时候等对方上来主动杀自己就行 他的知识在后面就当这个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火猫身上现在装备也没什么可出的 就是等着一会自己刷新一波这个 自己的这个魂 拿刷新刷新一波自己的魂 刷一波BKB 睡觉局快睡着了 这个大牛因为他现在身上是带着肉山盾 所以自己的大哥呢不敢轻易往上怼 这里是不是两个地狱火 这两个地狱火 其实加这个护甲 还是不如加这个魔免 感觉给人感觉霸气 视觉效果上有差距 骷髅王这边搭着的CD又赚好了 那么接着在这耗 肉山盾还有很长的时间 所以不用很着急 小强这里一个穿刺没有中 火猫跳刀上来以后呢 两边都开启了BKB 骷髅王的这个第一条命 应该是准备要交了这个时候 看一下丽娜 在被对方猴子的这个幻象 在疯狂地追 这里骷髅王第一条命站起来以后 直接开BKB 开BKB以后 这个猴子 猴子这个时候没有去给输出 看看这个猴子要不要拆建筑 你不让不拆建筑 什么鬼 小强这里跳到一穿三 丽娜一套技能过来怼 但是被对方的火猫贴脸了 丽娜这个时候被捶爆 丽娜赶紧买火 这里小强 开一个皮 被一个无影拳 还是直接捶死 这个时候近战 远程命营被打掉以后 No1赶回战场 小强已经没法买火了 小强已经买过一次了 这后排这些人呢 选择是开了一个 开利波物 开利波物 大牛线 山上山盾还在 这个猴子身上 是因为多了一个蝴蝶 所以他在顶对方 这个丽娜的输出的时候 还是效果比较好 丽娜这个时候也开始 准备要去出MKB 改出圣剑了又打算 但是他现在 根据刚才经历了 一波买火 又是被击杀了一次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经济 可以去做这把圣剑 除非还能把我 把这波高地守下来 但是这个难度 确实有点最大 比如上路高地高破 A4这个猴子 看一下这个位置 骷髅王一个人 又是进去送死 骷髅王一个人进去送死以后 这里就锤锤一波 对方有站起来 没有BKB吗 有BKB但没开 队友给上一个推推 救一手 这里BKB开起来 看火猫 火猫这个时候 在这个侧面 一直在疯狂的胡乱输出 988的兽王被瞄了以后 也是赶紧买火 小强赶紧买火 看这小强开皮 进来以后定一手对方 这个时候 No one No one 还是要死吗 No one没死 树树又被打死了 又砸出来了一个自己 又是把火猫给拍死了 火猫选择买火 赶紧一个大飞鞋 飞自己的队友 那么其他人 都被逼回到了泉水里面 这个丽娜在泉水里面 感觉都要死 泉水里面感觉都要死 还真死了 还真被打死了 米拉娜也选择满火 猴子过来直接拆机地 VP打出了GG 恭喜秘密 第二场比赛 打了80多分钟 终于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也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行了 那么这场比赛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我是三号大叔 我是三号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这场比赛 就先给大家录到这里 咱们也让我稍微缓一会儿 等一等下一场比赛 大概十分钟左右开始